謝謝 感謝 精彩 有花了很多時間踏出這個架構 然後再介紹很多的照片 那我前面提到的就是歷史有些 譬如說是可以拿起來 有這種是該記什麼東西不該記 什麼東西要記什麼東西不記 這些只是我們台灣長遠的問題 那可以幫我講太多話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問一下我的主 還是我再補充一下 大家想一下該問什麼問題 就見到歷史對我來講 有一個語言 這邊有很多語言系 有一個語言的很大變遷 就是以前報紙其實是有日文來 或者是漢語來 那文章來之後 那些日文書家就完全沒有 像越史高當的 就完全沒有興趣 就是禁聲 像我 要用以南語言講的 我有困難 所以這是一個外來的語言 然後 這個語言也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可明除了記憶裡面 有一個比歷史特的更珍貴的記憶 就同了 可是他再做幾個會唱 就不可以打到你的問題 就是一個整個文化記憶的完全掃盪 那有關那個375剪珠這個部分 就算是不是報證 其實就有個講法 有個叫做扎武場 香港 它其實是差一點哪都可以進去學講的 它有一個就是教育成的理論 你知道就是我有兩顆麥克風 我自己用不完 那我可以可以租人 兩支筆 我自己用不完 我可以可以借人 兩間房間 自己租不完 可以可以租人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道理 那為什麼我兩塊錢都不行 這個 輸不透 有點就輸不透 那就增加了你的交易成的 那 在這三性解除的過程當中 常常有一個講法就是 台灣就是這樣被韓國追過去 韓國 人口不用 極限在牛村 然後反而當然都市 都市 就是說 基本上其實老實說 國民黨政府也接受 招募廠的理論 所以我們現在375剪珠是廢掉的 大概 就是我們仔細看的話 會有很多問題 會有很多問題 現在有沒有 是有個問題 我現在只是 好 我現在只是 請問 好 那個 我有兩個問題 一個跟這個比較相關 第一個是 我大概到前兩年才大概知道 台北大空襲的這個世界 那 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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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看到實料其實很震驚 因為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龐大的重要事件 但是為什麼 我們 在少數的實料裡面才看到 這個記載 像我們的小學 國中高中教 並沒有這個東西 那第二個是 我們剛剛有講說 十大建設有好有壞 我知道這幾年才 大概知道 十大建設有意思好像不是那麼好 有一些是被撐出來的 這個能不能大概請說明一下你的看法 謝謝 這個 台北大空襲 那時候 那時候媽英雄在啟宿的時候 就有人在說 總統府裡面鬧鬼 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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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清平 鬥法那個時候 鬥 就說 總統府裡面 那個 尾仔風太多了 鬧鬼一直都不平靜 真的 總統府真的是鬧鬼 為什麼 因為那個總統府 各位看到那個照片 你說 我扎死很多人 而且 五三一 而且還扎死很多醫生 所以 我一直也沒有機會 我也沒有 很想 找人 拜託人去跟柯文哲講 因為 台大醫院很多醫生 我聽說他是 當時 因為 那個日本政府 要調一些醫生去 男友 去那個 軍醫 當軍醫 因為很多傷兵 結果 聽說盟軍 知道這個事情 然後那天 呼籲來扎死 也扎到很多 平民的住宅 平民百姓的住宅 所以 一天一天 裡面 統計說死三千幾個人 怎麼統計 我不知道 但是 像譬如說 有些人躲在那個 有一個什麼 教會 也全部都 那個教會的 房統統全部都扎死 扎死很多人 萬華龍山市 那時候有那個 黃土水 我們台灣很有名的雕塑家 黃土水的作品 全部都毀 都毀在那一次的 這個 五三一 台北大風炸 但是因為 到八月 日本就投降了 所以日本方面 其實他們的文獻也不多 都沒人說 我們在去年 我們都要去坐 結果他們就要那個 巨馬把我們圍起來 那我們就在旁邊祭拜一下 然後有一個苗栗的人就跑過來 他就跟我講一個故事 他說 他一個叔叔 阿杰 他們阿嬤 因為他是長孫 阿嬤經常講這個故事 他說阿嬤為什麼要講 你一大孫 所以他知道我們家族的故事 然後他阿嬤那個時候 為了這兩個兒子的前途 讓他去台北 我專家買一間房子 跟我們請 女婦幹 在那幫他們 那個好人 在那幫他們 他本時代是有幹 然後服侍他們 然後有一個是當醫生 結果就是在那一次死掉 被炸死 然後炸死之後 他們從苗栗那邊 再到現在生的228公園 到228公園那邊 醫生吵吵 他跟我講的很詳細 整個兒子 整個兒子 搖一坑 用那個土 就是稍微把它蓋起來 然後 等他們家屬來認臨之後 再用爐車 車回去 就是這樣死在那個 所以台大醫院死很多人 我媽媽那個時候是在台大醫院當護士 所以 你說柯文哲該不該處理 他至少你在 你在那個總督府旁邊 你設一個紀念碑也好嘛 你就利益跟棍子就是紀念這些人嘛 但是我們台灣都沒有做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在很努力 希望說 用地方包圍中央 我今年就開始 就是我們彰化就成功了 就為了鼓他就說 你們去成立一個 一個人民團體 我們來負責來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彰化死了很多人 就是日本時代去做邊 死去的 人有很多人 所以這個五三一 五三一就是 我們去年開始講的時候 連那個施政方 施老師 他說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大家到時候就不知道 你到哪裡去知道 就是因為他整個被埋絡掉的意思 所以五三一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剛剛講那個十大建設 十大建設的時候 我剛好在審議會 當記者 那我們那個時候是三大報 兩張辦的 只有老三堂那個時代 他報社的指示就是說 十大建設只能講好不能講壞 只能說好不能說賣 說賣都不能賺 可是我 那時候有好幾個審議員 包括國民黨的邱連輝 他就經常來跟我說 他說 十大建設很多 我講一個故事給各位 可能各位都根本都忘記這個事情 那個北迴鐵路 他們也沒有去鑽探什麼都沒有 就走了漁湖就走了 台中港那個是日本人 日本人本來就規劃的 可是日本人後來聽說 他覺得那個飛沙太大 那像北迴鐵路 他就這樣開始去美國 買兩台大約翰開瓦機 叫Big John 那個開瓦 他所謂開瓦是說 一貫作業的 他可以挖 挖完之後 然後混於土 就做起來 講是這麼講 可是北迴鐵路那個地址 很多是破碎地址 你知道嗎 所以到最後啊 那個大約翰 全台在那坡坑裡面 就被埋掉了 就出不來 都不敢講喔 我當中文時報記者 這個不能不寫啊 我就寫 然後你要怎麼讓他 主編讓你推出來 只有兩張半 我就跟他說 這個大約翰 聽他講 因為白家裡 那個時候台灣第一名女人 就是白家裡 白家裡去參觀十大建設 就他們就帶他去參觀大約翰 參觀北迴鐵路 可是民間也有個傳說 說千分的 不能進去奔湯 也不能進去奔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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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結果大約翰就 全叫台北迴鐵路 那個奔湯 那奔湯 我們那個主編也很好玩 他就做一個標題 他就寫說 這個大約翰來台了 什麼軟硬兩不吃 然後就是那個標題做得非常爽動 以前的中文時報是很爽動的 就登出來了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當記者的時候 是要怎麼樣想辦法 讓報社你不得不要登 因為讀者愛看嘛 那你只好有些部分你就避重就輕 譬如說鐵路電器的話 各位你說你注意看 那個外台 外台本來是這樣對不對 一個這個屋頂 屋頂是這樣子 可是我們的月台的屋頂是這樣下來又上去 為什麼 因為那個鐵路電器化之後啊 那個電線 然後跟火車 那個關頭 原來的那個屋頂就沒辦法 就太低了 所以它的觸電是這樣 又站起來 你去看各站 那個台中這個樓10就這樣 新增就沒了 新增就更電器的嘛 所以他們很多 這些所謂十大建設工程 其實都不斷的追加預算 追加預算 追加預算 而且都是由容工處跟中華工程公司 都由他們來包辦 裡面很多特權 我當記者的時候看太多了 所以為什麼到後來 就是因為當記者看太多了 你真的 你知道太多事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我怎麼可以容忍這樣的政權繼續下去 十大建設你還有嗎 還有 可以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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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你好 那個 婉珍女士 在關在台中看守所的時候 我剛好在那邊做訓間牧師 我跟那個林芳仲 想進判華潮呢 要去看你 你很勇敢 許多時候都絕食 絕食抗議 那那個 公眾 很關心你 所以我們常常 常會接步道的時候 帶一些人進去 可是他們沒辦法到女間 女所 這我能夠過去看你 我要見證就是 那張出間的照片 大家看了覺得沒什麼 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謝謝 謝謝 在這裡我補一下那個 三清 簡直跟那個更進的情編 其實你從一個財政理論來說 這是國民黨當時到台灣來 前段 大家口袋裡都空空的 他利用土地做食人的費用規劃 他把土地政文一處理的話 國民黨十年就有錢 哇 你把它想進去 從財政議論去 也算就知道 謝謝張老師 一種問題看太多 因為他在監索裡面的牧師 所以他可以用那個身分去看我 謝謝 其實我剛才說 很多細節都沒有講 我在1984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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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曾經寫那個 228的一本書 那個書怎麼來 那個時候都沒有資料 我們就派一個人到 那個Stanford 到Stanford大學去 去那找資料 他們在東亞圖書館裡面 有很多 包括什麼 台灣銀行的一個年報 還有那個時候台灣 日日星報 台灣什麼的 人民島報 一大堆都有 就營業很多那些資料出來 而且那個時候 很多228的那個家族 有一個台灣外大 就到美國去 所以我那個時候 有訪問幾個這個家族 當然因為那個資料 非常難找到 但是至少那個算是 應該在那個時候 很早很早的時候 我們就有訪問的那個保護 然後從那個資料裡面 把它整理出來 國民黨來台灣 日日八正前 就開始 一來就開始 就是燒殺擄獵 什麼都幹 然後像 那湯屋外高 大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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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前一家的館長 來接收 就來看 那個宜礁清廁 日本人都一條一條宜礁清廁 誰 他都不可以自己看 金槌 有個地方是金槌 金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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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為是用黃金做的槌子 所以說他只要金槌 不要關胃 後來沒辦法就走一個外高 外高 金槌 要關胃也很多 所以 那個時候 我裡面有統計數字 包括他們怎樣來掠柔台灣 台灣是殘米的地方 日本建成這樣外高 台灣他還保有兩年的軍民 都可以吃肉的米 米糧全都夠 各位哪有個背景 米啦糖啦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吃肉 所以開始嚴重的通貨膨脹 不是只有到1949年 1945年 開始了接收就開始了 接收的那一天就開始 開始這樣外高 所以整個那個數字 非常非常的龐大 還有我說彎生 為什麼他要讓彎生回去 都照你們的財產都變化了 就是這樣子 其實彎生 應該是在我們彰化最多 因為在1895年 日本人來統治台灣的第三年 戊戌那一年就發生大水災 然後日本人就把他整治 就是佐水溪 路邊這個彰化人 思想惡化之地 彰化人喜歡跟他對抗 八卦山戰役 你看以外戰爭 八卦山戰役 這彰化打得最嚴重 所以日本人很討厭彰化人 所以在台中新設一個城市 本來台中是屬於彰化的 清朝的時候台中屬於彰化 譬如說戴朝村事件 戴朝村是北斷的人 那時候清朝的是誰是誰彰化 林彥東是無法的人 他也是誰彰化 他的籍外 你去圍基板就查一下 他是彰化 所以日本人就發現 彰化人很難統治 就在18公里之外設一個台中 日本人全部住在這邊 所以台中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彰化就開始沒落 然後他就把本來鹿港 那個佐水溪出海口是在那邊 結果他就把他刷去塞掉 本來是斬掉的 這都被塞掉的 就是羅大橋那邊 往南移 然後他那個整個河川新生地 他都規劃一號 一號都四四格格格這樣 那個規劃的比中心村還漂亮 一號都一分半 一分半的住宅用地 然後規劃的很漂亮這樣 然後給他們土地 然後讓日本人來開墾 可是這樣的話 後來日本人照料 他很多人都用很漂亮 現在北島剩下一間 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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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那個日本廚 聽說那個是以前管理員住的 很破很破 可是被人家載 我怎麼去沾去 但沾那個人 從天堂就掛符子 掛什麼 表示那個是 跟那個狗 放一個樓 說我來過的地方 然後就被他贊了 所以其實那個外山很多 然後我還聽到那個故事 如果日本人要走的時候 他們每個人現金 只有帶一千塊 一千塊日幣 然後有一個人說去拜託 拜託債的的人說 我真的有 拜託你賣給他啦 就是剛才有跌給他 你賣給他 結果 都在那裡 日本人要去拜託的時候 那個我們 我們台灣人也很壞 就很糟糕 那股市 怎麼會投家的人 怎麼投開去了 戰亂中間很多很多很多 這個問題 楊姐妳好 那個 其實我 我剛剛聽這些 我自己 心裡 我覺得有一點混亂跟困惑 因為我 講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家裡背景 所以我小孩就是這樣 啊我 我爺爺是民國38年 然後國軍來台灣 然後打國共內戰抗軍戰爭 然後我媽媽那邊我 阿公這個時候是日本軍 然後打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阿公的哥哥也是在日軍戰爭之中死掉的過世 所以其實 對啊 所以其實我自己 剛剛聽說我覺得很混亂 就是一下子好像我爸爸那邊變加害人 一下子我阿公這邊變成受害人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很很很疑惑 我覺得其實 對我們這一代年輕人來講說 我覺得本省跟外省已經不是這麼 對我來說不是這麼 這麼重要 或者是去區分這樣子的事情 對 然後 我住過眷村 然後我也 我也是跟阿公阿嬤 後來也是跟阿公阿嬤一起長大這樣子 然後我只是覺得 換個角度想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就是 就是有一種對外省有一點點那種 那種那種 反而我覺得以前會 大家會覺得說是外省貶低本省 可是我現在反而覺得有時候 你說自己是外省 或你有這樣子的阿公 你有這樣子的爺爺 反而會被大家覺得說 你就是外省的兒子這樣 對啊 然後沒有 其實我主要是想問 老師也問那個一個問題這樣 問完成姐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現在在那個 民間司法有一個基金會 然後我們也在推動一些 司法改革的東西這樣子 或者是一些對社會議題的一些關注 然後我很想請問就是 婉甄姐說 對於就是現在啊 像參與社會議題 然後從事改革的年輕人 我們想創造我們自己的歷史 我們自己台灣的歷史的年輕人 有什麼樣的建議或者是看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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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先講你的混亂的部分 其實我也是經過這樣 就是說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成績都很好啊 所以回去跟父母親講話的時候啊 老師教的跟父母親講的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有時候變變變變變變到後來 他們就搖搖搖搖 就說中國教育是很差勁的啦 我的上一代是這樣啊 然後在家裡經常跟他辯論啊 然後覺得父母親都不對 後來等我有一天覺醒之後 我說不對啊 他給我洗腦太嚴重了 所以我們也是被徹底洗腦過的 那但是 但是其實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來看那個南非嘛 全世界很多的國家都是這樣 你先不要講南非 講英國就好 我兒子在英國讀碩士 他不要回來跟我講 他說英國 其實他們英文三藻 各有不同的歷史文化 然後那個北愛爾蘭他有獨立啊 威爾斯 英格蘭 蘇格蘭 蘇格蘭也跟他們不一樣啊 所以其實他們有很嚴重的認同的問題 那麼久了他還是這樣子 英國曾經是日不落地國人 他也有這個問題外國開關了 那天謝忠宇跟我講 他說美國南北戰爭那麼久了 他南軍到現在還差南軍的軍機啊 然後南軍有一部分 他不願意被美國人統治跑到古巴去啊 那麼久了 沒有辦法解決 那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就是像我看那個南非 黑白的啊什麼那些嘛 那後來他們就是用 所謂的轉型正義嘛 就是說這個轉型正義一定要處理 因為在國民黨來了到現在 很多轉型問題 你從憲法的層次一直到最後面的 很多很多各個部分都要來處理啊 處理並不是說給你捏一台 不是 而是你至少真相 你要讓大家知道真相 不是像馬英九都今天他來講 什麼對日抗戰嘛 那你對日抗戰 你說我怎麼對得起我們的阿傑阿伯 去做日本邊 死在海外 我要怎麼跟他講說我要對你捏戰 對不對 他有沒有想過台灣人的那種感受 沒有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你說龍英台 我其實什麼這個就是叫龍英來刺激 他寫那個大江大海 他說我想想說不對啊 然後他甚至寫說 有多少台灣人後來被二次大戰的時候 被當作那個那個 戰犯審判嘛 那台灣人是被殖民的 是最底層的 什麼都沒有 那就是後來你要撤退的是 日本人叫你把這個俘虜打死 然後他就變成戰犯 日本人都沒有事情 台灣人都沒有事情 這個你怎麼講得通嘛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這一段的歷史沒有在寫啊 那個傳記文學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傳記文學寫了多少 什麼我常常在看啊 我每次在看就是說 傳記文學人家還是在出版 然後還在寫 什麼許犯會戰啊 某一個連展啊什麼 他怎麼樣啊 然後學生寫論文 就都是寫那個 我們這一段歷史 全部都沒有人知道 五三一台北大風炸 你也知道 所以第一個 你先把歷史的事實 先把它寫出來 那我當然我有我的主觀的見解 但是我起碼在這個書裡面 我盡量用他們的口氣來寫 包括我還反問一個 他做蓬蓬器人兒的家教老師 然後他是國民黨的 沒關係啊你就寫 就是把它寫出來 我至少希望把這一段歷史的真實的東西 讓它呈現出來 然後我們民間的力量 我一直覺得啦 我們應該來 迫使這個轉型正義的這一塊 好好來做 就是說 你去正視 你真正面對這個律師 那 就像你講的 你黑子跟黑子就不一樣了 就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歷史背景 但是其實是可以互相包容 像我裡面有我講 我在大學 然後大學畢業以後 在這個整個工作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外省人對我非常好 有很多外省人是我的貴人 為什麼我跟國民黨這樣幹 然後他居然沒有抓我 因為我那個時候在中國時報當記者 我的老闆 以前的老闆余居忠 他把整個就說 從來那些女兒還沒什麼 他從來那些小女生 我知道 就這樣一句話輕輕帶過 我就沒事了 所以其實 就是說大家互相包容 但是不能把我們這一塊歷史 把它抹殺掉 不能用這樣的一個 一個把它點滴掉 但是以前的事實真的是這樣 就像我父親 我還曾經 後來我媽媽 他過世的前幾年 他跟他說 說我爸爸說 我那個女兒要叫外省人 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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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講那麼偏激的話 可是我現在可以理解 因為你看那麼多 你就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他們那個年代 他會講這種話 我們只是試著來理解 這樣的東西之後 把它釐清之後 然後我們才可以再往下一步去走 我想 年輕人 大家自己去想吧 有很多的想像空間 謝謝 時間好像快也差不多了 你看 欸 所以 我是一個人少十歲的話 好像以為跟他講一點話 等一下如果 還是現在有沒有 等一下 可以說 我想要回應一下剛剛的問題 然後還有當中那位死感會 就是 就是 因為 其實我還真的提到那個轉型正義那樣的部分 然後 其實司法改革的部分也是 那 因為我覺得 我想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知道一個 後殖民理論的一個重要的閒區 叫做法弄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黑人 那 這個 他 他可以講非常好的法文 可是 他 後來 他發現說 他不管再怎麼樣 他在法國 這個 巴黎 這個 各種 因為他是一個醫生 所以他是在一個 上流社會 就算他講的 再好的法文 再標準的語言 然後 穿著 打扮多 上流社會 他發現 永遠 人家尊敬 只是他 他的 這些 外在的東西 也不是他本質上 他是個黑人 這件事情 他從來不是因為他是黑人 所以他後來才會回到 就是阿法基里亞 帶 這個 反抗軍的起詐 他也成為說 破殖民的一個行虛 理論的行虛 我要提這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台灣 其實我們 在看認同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的 很多的主流的東西 主流的文化 其實是被建構出來 所以今天你講的是一個 標準的國語的時候 跟講台灣國語的時候 你就是會有一些個落差在那邊 你如果展現出哪些的行為 或哪些的文化的時候 可能你就是會歸類 歸類為是比較好的文化 或你會被歸類所謂的台客 所以我是認為說 我們可能要重新來建構我們的文化 也就是說這個文化的霸權要拿出來 從我們人民手上自己拿回來 我們自己來主張 這個文化的話語權要我們人民自己 台灣人民來建構出來說 我們想要怎麼樣的文化 這個東西就是透過 比如說我們用轉型爭議的這個過程 包含這個真相的 敘述歷史要 真相要呈現也好 要和解 和解的意思我認為 其實是最後一步 台灣和解一直從頭到尾 一直都是用金錢補償 即使是金錢補償也沒有做得很好 那 包含我想要提到那個司法的部分 其實我們從台灣過去司法的改革 這個這麼多年 為什麼司法改革 一直談 可是人民有名不是信任司法 那因為我們司法裡面的人士文化 內部的文化是很有問題的 什麼樣的人可以成為法官 不是因為考試 當然是透過考試 可是考試的過程 那個訓練的過程 是怎麼樣行錯一個司法的人員 過去用威權的東西把它放進去 然後造成 比如說我們看到有這麼多的案件 過去黨外世紀有這麼多案 美麗島事件也好 這些審判 從事審判 從事追訴國家犯罪的人 到現在還是在這個位置上 我想司法會不會很清楚 那 也許如果司法會 之後如果願意從事 有關司法方面的轉迫爭議 也可以投入一些資源 來做這個部分的研究也好 然後或者是行動也好 我覺得是 我當然很明顯這樣 我們會過如果是還有其他問題 大概就 我再過來講 那我就回憶一下我之前提的問題 就是 被埋葬的 被Bury的一個巨人 就是巨獸 有點像這個戰場機 我們開始來處理 那剛剛有提到 像南非 或者是前面提到 大概處理方式 大概是這樣 就是不記憑 的真相要出來 所以的話 就像南非那個做法 大概就是 零報復的轉迫證 零報復的真相調查 那台灣其實就是 有些東西就沒有播出來 當然 學界有播出來 可是其實 社會大眾不知道 像提到五三 我想戰略縣一定有做 台詞日本兵 像正立臉 那個 早就做得多 苦出歷史 只是說 他那個東西 刻本不會寫 刻本不會寫 那我們的刻本常常是有個問題 這樣請大家 稍微 就是稍微反省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們是誰 國家是誰 國家是誰 我們是誰 不見得是 像馬英九就覺得 國家是我們 其實他一直把我當作是我們 當作是國家 當作是憲法 這樣的狀況 那我 那其實 反過來 就是所謂本省人會不會這樣 我們對新住民也是這樣的態度 對不對 對外省人又是什麼樣的態度 其實老實說 外省人這幾個字眼 就是一個很恐怖的句 他已經住很久了耶 他怎麼還會認同自己是外省人呢 728的時候 像桃海縣長滅門取案 那個殺的時候 他也是國民黨員 他整個家族老獎的做法 就是把他所有的親戚朋友 全部殺死 他小孩全部殺 給他一個人 我看你才會 變妖子 然後台灣人又可能會報復 所以 像我以前讀高中的時候 我就住那個房東 他已經生病很痛苦了 他小孩子還是在美國 不讓他回來 那種壓力之大 住了這麼久的地方 都還沒辦法進去認同 你看新住民 他已經認為自己是新台灣人 所以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說 我們需要 需要重新去反省 誰是我們 誰是國家 誰是我們 好 重新當命 大家好好共同 像我們在好辦裡面 在這裏 大家好好討論 好 非常感謝啊 那個 那個 人姐 今天這個 這麼精彩的 一個演說 他有這麼多精彩的照片 那 不然 欸 好像我也準備要回去 不然 我希望會後 有些什麼問題 大家留下來 就私下再討論 那 好 那OK 好 今天大家就告訴你 謝謝